好的,我們今天又回來,今天天氣都很冷 很開心大家都可以回來一起祈禱 我們今天已經在講主土文系列第13次 終於是可以入到主土文 之前12次都在講上下文,究竟如何去明白 我們有10次講這個馬太福音 有兩次講了老家福音的上下文 讓我們比較明白,究竟主土文是一個怎樣的討稿 我再三強調,主土文是一個天國的祈禱 亦都是一個第二個世界的祈禱 因為耶穌說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所以是一個心意更生的祈禱 今天我們回到馬太福音 之前兩個星期我們是在路加福音陪旋 我們今天真的進入主土文 不如大家讀一次 我們去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節開始 1、2、3 所以我要這樣討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陷入試探 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阿門 最後兩句是 有一點灰色 因為有些古舊的卷 沒有這兩節 但我們傳統上都會 一起去背誦 今天的題目 或者我們今天會探討的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 其實我想好幾個星期 都會在想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想帶你去進入 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節 耶穌在開始主土文的時候 祂這樣說 所以你們討告要這樣說 當你去看聖經的時候 你看到所以 你應該想什麼 對 沒錯 所有事情 有所以的時候 一定要因為 其實你真的要看上下文 其實我們都談了很多次 耶穌之前五、六節 一直在說 祂說你們祈禱不像假冒為義的人 他們喜歡在表演 因為如果你像他們這樣 去表演式的討告 那你就會 你已經得到你的獎賞了 你會失去天國 上帝會為你預備的獎賞 如果你記得很久之前 我講過 是上帝的意 另外 耶穌又說 你們討告的時候 不要像地上的外邦人 因為他們會用很多的空話 如果你看上下文 是求空物 就是飲飲食食 地上的東西 他說你不需要其那些 因為你所需要的 你們的父已經知道 這個是耶穌所說的 你們所需要的 你們的父已經知道 所以不用求那些 那你要求什麼呢 那你就求天國 所以其實整個馬賽福音 第六章的中心思想 就是尋求他的國 他的意 其他都不用求 也可以這樣說 整個主導迷的中心 就是上帝的國 和上帝的意 我們進入第一句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 當你看到這句說話 我們在天上的父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怎麼解釋的呢 如果你不明白 聖經是需要解釋的話 你可能會說 林牧師 怎麼解釋 我們在天上的父 代表上帝和我們的關係很親密 上帝是充滿愛的父親 於是我們可以來到他面前 叫他做天父爸爸 很多人祈禱是天父爸爸的 是不是這樣就解決了這一節呢 就是因為上帝告訴我們 他是天父爸爸 他很親密的就搞定呢 當然不會這麼簡單 我想帶你去看一看 一個更大的圖畫 就是救藥和新藥的關係 救藥和新藥的關係 當你去看聖經的時候 很多時候第一句說話 你要問 就是我在看那段聖經 是救藥還是新藥 你如果當救藥和新藥 是同一樣看法 那就挺麻煩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 救藥和新藥是有些不同 只不過很難講清楚 究藥和新藥的分別在哪裡 如果你上過我的課 我就會說 舊藥是一個影子 新藥是一個實體 所以你不可以當影子是實體 也不可以當實體是影子 我給你另一個比喻 另一個比喻就是 有牧師傳導人說 曾經說過 舊藥就像顏料一樣 新藥就是那幅圖畫 新藥其實是用舊藥的顏料來畫的 這兩個分別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你看舊藥的時候 不要把顏料變成那幅圖畫 很多時候我們犯了兩個錯誤 一個就是把舊藥變成那幅圖畫來看 另一個就是沒有顏色來看新藥 我先講第一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就是 你看著顏料 但你當它是一幅圖畫 你經常記得 我經常都會說 其實舊藥的東西是影子來的 所以舊藥裡面好像是 朱古力 好像金 包了金的朱古力 新藥給我們那個 就是真金白銀 OK 你就不可以當舊藥那一塊是真金來的 舊藥裡面說的祝福 我們經常都很想要 我們當那些是給我們的 但其實那些 是包著 就是金紙包著的朱古力 現在更麻煩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新藥時代 即是朱古力已經過期了 OK 那你不可以吃過期朱古力 如果你去過期朱古力 你會中焦的 你會中毒的 OK 所以其中一個錯誤的東西 就是我們看著舊藥的顏料 我們當它實體 於是不斷把它應用在我們 即刻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那你很危險的 OK 這是一個錯誤 另一個錯誤 或者另一個引誘 就是當我們在看新藥的時候 我們假設舊藥是不存在的 於是你獨處新藥 就是你想到什麼呢 就是新藥的解法 好了 主土文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例如主土文裡面 大家最熟悉的那一句 我們說 我們日用的飲食 如果你當舊藥不存在的話 什麼叫我們日用的飲食 就是我們日用的飲食 你當舊藥不存在 但是 你當舊藥存在的話 那就完全不是這麼想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那個翻譯應該是 我們日用 我們每天的麵包 每天的麵包 其實舊藥已經出現過 就是講那個從天降下來的馬拿 於是去到新藥 當你去看 our daily bread 我們每天的麵包的時候 你應該在想舊藥 因為其實 耶穌說的那句話 是在用舊藥的顏料來畫的 於是你在想著 從天降下來的麵包 你再想起耶穌基督所做的神跡 就是五餅二餘之後 他說 我就是從天降下來的麵包 然後你再想想 最後耶穌在最後晚餐 如何抹餅 將自己的身體粉碎 然後他上十字架 所以原來這些東西 並不是說我們日用的飲食 其實你上下文也知道 因為一早跟你說了很多次 你不需要求那些東西 因為上帝已經知道了 那你要求什麼呢 求那個從天降下來的麵包 生命的麵包 可以射罪的麵包 你看到分別嗎 當你假設舊藥不存在的時候 你看新藥其實是看不明白的 好的 我們現在回到這裏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我們在天上的父 那你要怎樣看呢 你一定要記住 這句說話很有可能 是有舊藥的背景的 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譯 是Our Father in Heaven 中文那個因為文化上的等等 就回不到的 如果我真的要把它翻出來 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的父在天上 你看到分別嗎 我們在天上的父 以及我們的父在天上 你看到英文是Our Father 我們的父 我們在天上 這個才是一個正確的翻譯 不過如果我們這樣去翻譯中文 就很麻煩 因為大家背部都很溜溜 我們的父在天上 但是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父在天上 一會兒我告訴你為什麼是重要的 首先耶穌開始教門徒祈禱的 開始祂說你要稱呼上帝為父 這件事其實對於當時的門徒來說 應該是一個很驚訝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原來當你去看《舊約聖經》的時候 《舊約聖經》總共有929章 二萬三千幾節聖經 裡面稱上帝為父親 只有十四次 你想想 二萬三千幾節聖經裡面 經常講到祈禱上帝或者講上帝 提到上帝是父親 只有十四次 還有另一件事很有趣 原來《舊約》裡面真的有句說話叫做《我門的父》 你試試用電腦去解釋一下 《我門的父》有出現過《舊約》 出現過多少次呢 出現過三次 出現過三次 所以我想說 我想說《我門的父》這句說話 不是耶穌空想出來的 耶穌給你和我 他都很累 奢供到《舊約》《舊約聖經》 他知道他是怎樣 《舊約》《聖經》的墨水 他的顏纏 之後他游到新約 他也期待他的信徒 他的門徒 會熟讀《舊約》 即是说他一说我门的库的时候 很有可能当中好的圣经学生 马上想到他在引用那段 那段是什么呢? 三段 今天只能跟你讲一段 我想跟你讲的一段就是《历代至上》 另外两段是在以彩亚书第六十三章、六十四章 下次再回来才有机会讲 否则不然就太长了 我想跟你讲历代至上二十九章 是第一次 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我们的父 另外至上第二十九章第九节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话 百姓就欢喜大惠王也大大欢喜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背景是什么 他欢喜了什么 记不记得 大概是什么 他是欢喜因为百姓乐意奉献去建圣殿 如果你记得大卫王其实上帝不准他建圣殿 因为他杀人太多了 流血了 于是上帝说 你的儿子 所罗门会建圣殿的 不过你可以为我预备那些材料 于是在这个大图画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大卫就为上帝大法 就是热心 他就叫百姓去捐献 而百姓是很诚心乐意来捐献 于是百姓欢喜大卫王也欢喜 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卫作了一个祈祷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 称赞耶和华说 是恩着的圣殿 将来的圣殿 虽然未成事 他说恩着的圣殿 他这样祈祷 耶和华我们的父 看不看得到吗 耶和华是谁 我们的父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面 我们的父 耶和华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仕应当清重的 直到永永远远的 要华说 尊大能力荣耀强性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道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也致你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称借你 赞美你荣耀的名 如果你这样读下去 是不是很像主吐文 你的国 你的名 这些东西全部都出来了 永永远远 荣耀 赞美 那种 这个 这些是一个旧约版本的主吐文 在哪里做的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圣殿 但是是恩着 他仰望着将来的圣殿 而作出来的一个祈祷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 做主吐文其实是很适合的 因为在圣殿当中 所以这是整个圣经第一次出现 我们的父 也都是在说在圣殿里面 对上帝的国上帝的名等等的 一个赞美的一个祈祷 不过 如果你熟旧约圣经 你就知道 其实好景不祥 最后 所罗门有没有建好那座圣殿呢 有 宏伟红位 宏伟红位 灯火是否成功呢 成 上帝是否起月呢 不起月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有没有真正在那个圣殿里面 去祈祷上帝 没有 没有 如果你记得耶稣在祂最后一个周 祂来到上帝的殿里 祂做了很多样东西 包括诅咒那个树 毛花果树 然后祂洁净圣殿等等 所有的东西就不是耶稣真的去掃干公理堂 或者那个圣殿的问题 祂所有是在做一个预言 预言这间圣殿会被废除 耶稣的名言 祂说经上不是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土的殿吗 你们倒使他成为财窩了 如果你就这样看 当作旧约不存在 我也看不明白这一节圣经 因为拆窩不是耶稣作出来的 拆窩是耶利米书第七章里所说的 在说什么呢 在说以色列人一方面灯火鼎盛的 去到圣殿里去敬拜 另一方面 一旦出了圣殿 或者还未出圣殿 心里已经在拜出外面的偶像 所以两手准备 一手献给耶和华 另外一手已经在献给巴力 两边他都拜 两边他都信 原来来到圣殿经拜完全是假东西 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说 你将我的圣殿变成财窩 你偷我的崇拜 你偷我应当的崇拜 OK 于是耶稣说 你将上帝的圣殿变成财窩 但是他说上帝的圣殿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万国土告的殿 这个又是旧约 是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 他不是 他说希望有一天 很多国家很多语言在 在我们的教会里一起祈祷 不是在说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印尼的教会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希望 尤其是美国特别多 黑人白人什么什么不一人 一起在教会里面 就万国土告的殿 不是在说这件事 他是在说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 他是在用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的颜料 去绘画新约的一个图画 于是耶稣最后的决定是怎样呢 耶稣说 我要拆毁者人手所造的 然三日内就领造一座 不是人手所造的 耶稣这里说两个预言 第一个预言是关于这座宏伟的圣殿 耶稣说已经在上帝眼中已经废了 当然没有立刻废了 但其实在上帝眼中已经废了 但公元七十年 我想你来的教会很久 你都知道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罗马人将以色列人的圣殿产平了 宏伟的圣殿产平了 今天你只剩下一个墙 但是更重要 耶稣作了另外一个预言 就是上帝会做另外一座殿 这座殿不是用人手所造的 是三日内所做的 耶稣说他自己的受死与复活 今天我们的敬拜在哪里 在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的身体里 在那个永恒的圣殿里 于是在这个永恒的圣殿里 我们可以再次呼喊 我们的苦在天上 所以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在说我教你一个祈祷 在这个祈祷里面 你会可以称呼上帝为我们的苦 这个祈祷最后可以在哪里可以做到 在耶稣基督里 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受死复活 没有这个新殿的时候 这个祈祷是不通的 我们不可以随便教一个人说 你就敢祈祷天父爸爸 你不明白旧约所经过的黑暗 你不明白罪将人和上帝所隔离 最后我们可以叫上帝为我们的苦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 起了一间永恒解罪的圣殿 我们到这里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祈祷 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一句很简单的一句句字 让我们再次思想福音的实在 你不是教我们祈祷那么简单 你教我们是你自己的补血 令到这个祈祷可以出于我们的口 可以达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称呼上帝为父 但是因为祈祷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今天我们可以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呼喊 我们在天上的苦 主要求祈祷帮助我们每一次 每一天晚上 每个神祖 每一个主一 现在当我们去背主吐文的时候 我们会深深记念到 是因为你自己粉碎了你的身体 是因为你的复活 带来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殿 以至我们今天 可以在当中 背重这个主吐文 带我们再次来到十字架的跟前 祝福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都 在你的十字架面前 呼伏敬拜 再次多谢你 我们今天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门